大家好 今天去我街后山那里 找来一大盆的 腐植土 因为现在是春季 翻盆 换土最好的时间 很多花友也从山上找一些松枕土 腐植土 腐叶土 等等的一些 我们拿回来 怎样使用 比较安全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腐叶土收集起来 我们要挑衅一下 把一些没有完全腐熟的叶片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粗织条 给它挑选出来 然后把这些腐叶土 放到水泥底上 给它充分的爆炸 因为这些腐叶土里面 有一些虫卵 还有一些氏菌 我们用多菌磷 拿一个水壶 一堆一千毫升的水 把这些放到地面上 给它交透 主要是杀金硝土 刷上一两个星期 晒的叶透 使用的时候 才能发挥 它良好的肥力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 我们使用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腐虫胺 这种药物是 触刷型的药物 可以杀虫卵 杀虫子 混合一些土壤 上盆花卉 后期就不会出现 虫子或者是 各种病害的发生 腐叶土用来栽培 一些长寿花 茶花 也是非常好的土壤 非常疏松 养分多 饱水 又透气 很多花也为了省钱 都从山上找来不少的 这些土壤 非常好 不过我们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 杀金硝土 这样后期 盆栽 才能健康的生长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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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